好来看到花莲县复原村一位78岁的宋姓阿嬷 驾驶四轮电动辅助车不慎是翻落到水田 那么阿嬷并遭到辅助车押入无法脱困 那么路人发现打电话19到场来抢救 救护人员到场之后发现阿嬷有溺水状况 并且造成呼吸中止 那么救护人员是立即实施CPR急救 并且转送凤容医院 索姓阿嬷经过抢救之后是恢复了自主的心跳 那么家属也已经是前往医院照顾 花莲县复原村一名78岁的宋姓阿嬷 驾驶四轮电动辅助车无声翻落水田 阿嬷并遭辅助车押入无法脱困 路人发现打电话19到场抢救 救护人员到场后发现阿嬷有溺水状况 造成呼吸中止 救护人员立即实施CPR急救并且转送凤容医院 索姓阿嬷经过抢救已经恢复自主的心跳 家属也已经前往医院照顾 发现是一位阿嬷驾驶四轮电动辅助车 不知何故不慎翻落水田 口鼻轻于水中有溺水状况 索姓19到场抢救 并转送医院急救 阿嬷已恢复自主心跳 呼吁民众应多关心家中高龄长者 尤其自行外出者 以免发生意外 警方呼吁民众应该要多关心家中高龄长者 老人家反应比较慢 尤其行动不变者 电动辅助车在长辈之间越来越普及 依照现行法规 在道路上使用电斧车 视同行人 必须遵守行人用路规定 行走人行道 没有人行道的路段 也要靠边行驶 驾驶人如果发现年长者过马路 也请放慢 车速注意离让 以维护年长者用路安全 记者高双双瑞雪香采访报道